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吃饭时有这个习惯,实在透支你的生命,还不知道就晚了。 在中国,不管是庆祝还是谈生意,都喜欢做个饭局,好像没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,如果有,那就再多吃几顿,多喝点酒。 更有网友调侃,饭局是一种生活方式,而饭局玄机则是一种生存方式。 但你知道吗,这些你认为绕不过的饭局,很可能在一步步透支着你的生命。 一,吃太晚。 晚上时间较充裕,一般饭局都会安排在晚上,吃吃喝喝聊聊天,结束就半夜。 但是晚上身体的代谢率下降,消耗能量的途径少,脂肪容易在体内堆积,引起肥胖甚至是各种疾病。 西班牙巴塞罗纳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一项研究显示,超过晚上9点吃晚餐,将增加罹患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。 日本东京大学也有研究发现,晚上人处于静止状态,胃黏膜的修复速度较快,若过晚禁食则会影响胃黏膜修复,导致散化不良,胃肠动力不足,食道反流等,增加胃癌几率。 不仅是肠胃功能,胃岛功能,胃腺功能都会受影响,糖尿病,胃腺炎等也可能会找上门。 二,大鱼大肉添满桌。 中国人的习惯,请人吃饭一定少不了满桌的大鱼大肉,亦显示自己的大方和对客人的尊重。 在餐桌上,更有热情者会不断地给你夹菜,劝你多吃些,虽是一片好心,但可能也暗藏健康危机。 其一是导致蛋白质,胆固醇摄入过多,引起肥胖,三高,心血管问题。 另外,不用公块夹菜,口水交叉,通过消化道传播的疾病就很容易发生,比如常见的幽门螺旋干菌感染,亦诱发胃炎甚至导致胃癌。 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,每天人均情绪肉摄入量40到75克,也就是大约一个手掌大小的肉量,多炖蒸,少煎炸。 另外,要养成使用公块的习惯。 三,感情深,一口闷。 正所谓无酒不成习,聚会应酬,最不能少的就是酒。 经常是,感情深,一口闷,感情浅,舔一舔。 据统计,在中国,每年由于酒精中毒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,而这其中近过半是由饭局导致的。 更有研究数据显示,全世界5.5%的癌症发生和5.8%的癌症死亡都是酒精引起。 英国科学月刊陈颖刊登的一项文章更指出,酒精至少与7种癌症相关,包括口咽癌、喉癌、食道癌、肝癌、结肠癌、直肠癌和乳腺癌。 一,喝酒与呕吐那些事。 除了酒精本身的危害,喝酒导致的呕吐或者为了面子憋住不吐都有较大的杀伤力。 在酒精的刺激下,胃产生了强烈的收缩,于是食物被返回到口咽。 这时就产生了呕吐感,憋住不吐,意导致食管破裂,严重的可能出现血性休克,抢救不及时就会致命。 而剧烈反复的呕吐不仅会引起食管爆裂,还会引起奔门撕裂,导致出血。 这吐也不是,不吐也不是,该怎么办呢?不喝。 二,减少酒精危害。 如果实在避免不了,请记住以下几兆。 一,喝酒前先补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,给胃搭建保护膜,再补充维生素C,加强肝脏的解酒功能。 二,喝酒时别对其他酒或是饮料,这样反而更容易醉。 多喝水,加速代谢,提高酒精的排出速度。 三,酒后不宜喝浓茶,适当吃些酸味水果,可以缓解醉酒症状。 建议,男性每天摄入酒精的量不宜超过25克,女性不宜超过15克,而肝病患者一定要记酒。 四,烟酒同行四神仙。 一支烟,一杯酒,快乐似神仙。 双管齐下,对健康的威胁同样是双倍的。 首先,香烟中的尼古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酒精对人体的作用。 酒精被尼古丁麻醉了,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增加饮酒量,进而加重伤害。 另外,酒精会削弱肝脏的解毒能力。 大量尼古丁等有毒物质就无法及时清除,存留在体内,危害可想而知。 五,饭菜趁热吃。 中国人讲究饭菜趁热吃,汤水趁热喝,而这一习惯则很容易导致食管癌。 据数据显示,食管癌在我国恶净重流死亡原因中排第四位。 正常情况下,口腔和食道的温度多维持在体温,也就是37摄氏度左右。 食物过烫,口腔和食管黏膜都会被灼伤,长期以往容易引发炎症, 增加食道癌变的风险。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更是将高于65摄氏度的饮品列为很有可能的2A类致癌物。 六,饭后茶,果,消消食。 就足饭饱,很多人喜欢再来点水果,觉得既解腻又消食。 本来一餐饭吃下来,你的热量就已经超标了,你还要再来点水果,这对肠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 水果中所含的丹糖类物质通常在小肠被洗手,而饭后吃水果容易被组织在胃中,不但影响消化,停留时间过长还会引起胃胀、胃酸等不适症状。 不仅是水果,饭后也不能立即喝茶,茶叶会冲淡胃分泌的消化液,影响人体消化功能。 而且,茶中的丹凝酸能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质,给胃增加负担,并影响蛋白质的吸收。 研究数据还显示,饭后喝了15克茶叶泡的水,会使食物中铁的吸收降低50%,长期如此可能会引起缺铁性贫血。 7.粗茶淡饭过于清淡 随着肥胖三高人群的增多,很多中老年人因害怕血管老化,开始推崇粗茶淡饭,拒绝食用肉类,殊不知营养不足更易诱发或加重心血管疾病,甚至增加死亡风险。 老年人胃口会变小,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率也会降低,此时过于追求粗茶淡饭,更易成为低营养族群,导致免疫力下降,加大心肌梗死、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,也是造成疾病久之不遇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而且,动物食材中的维生素B12,N3,多不饱和脂肪酸,与造血功能,代谢与吸收,心血管系统疾病,二型糖尿病等息息相关。 8.过午不时,不吃晚饭 过午不时,遏制百病其实都是不科学的,现代人生活压力有增无减,盲目的不吃晚饭只会损害身体。 1.偶尔不吃晚饭,会诱发精神不振,思考能力下降等营养不良的症状,从而影响抵抗力,增加疾病风险。 2.长时间不进食,胃酸会刺激,甚至腐蚀胃黏膜,很可能发展为癌前病变,胃溃疡。 3.时间久了,会引起生理功能退化,依造成内分泌失调,血糖不稳定,肌肉流失,体型改变等一系列症状。 9.喜欢的吃很多,不喜欢的都不吃。 每个人的口味不同,但饮食不能只想救美味。 1.挑食,也就意味着营养摄入不均衡,此时人体就无法构筑完整的免疫体系,各种疾病都可能趁虚而入,包括恶性肿瘤。 2.同一食物摄入过多,人体无法吸收多余的营养成分,不仅可能浪费,还会加重肌体负担,诱发腹泻等不良影响。 10.吃饭加速度,狼吞虎咽。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,很多人都争分夺秒,吃饭常常浪吞虎咽,但不离健康。 1.拒绝过少,唾液分泌量也会减少,从而加重肠胃负担,引起消化不良等慢性肠胃疾病。 2.吃饱的信号传达到大脑需要一段时间,进食过快,很容易吃撑,诱发肥胖,增加神经衰弱,肠胃疾病,脂肪肝,甚至癌症等慢性疾病风险。 1日三餐,究竟怎么吃? 早饭吃得好,午饭吃得饱,晚饭吃得少,这句话虽然大家都知道,但实际吃起来,很多人都是一脸茫然。 1.早餐吃得好。 一顿及格的早餐不仅要质量高,不油腻,还要尽量吃到三类食物。 淀粉类主食,两种及以上的优质蛋白,一到两种新鲜蔬果。 1.淀粉类主食,面包,粥,面条,包子,煎饼等,也可以是土豆和红薯之类的。 2.优质蛋白,牛奶,鸡蛋,蛋白加蛋黄,豆浆,豆腐脑,豆腐干,熟肉等。 3.新鲜蔬果,凉拌小菜,蔬菜沙拉,直接吃水果等,也可以加在淀粉类食物中。 2.午饭吃得饱。 吃得饱并不是说敞开了吃,而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控制热量的摄入。 主食,蔬菜,肉类都不能少,且食材种类尽可能多一些,但尽量选择少油,少糖,非油炸类的食材。 建议蒸煮和爆炒的比例控制在2比1。 3.午餐三补药。 1.盖焦饭。 饭菜不分离,油、盐等调味品都会一同吃入,很容易造成高盐、高油、高糖等。 2.羊快餐。 以油炸为主,属于三高三低饮食。 非但营养价值低,还会带来肥胖、心血管疾病等风险。 3.菜泡饭。 菜泡饭往往是葫芦下咽,米饭没有经过正常的咀嚼,容易消化不良,加重肠胃负担。 4.晚餐吃得少。 正常的晚餐应该吃到七分饱,少吃但不会产生饥饿感,且蔬菜的进食量多于肉类。 1.晚饭建议加点粗粮,如蒸山药、粗粮粥等。 热量低且饱腹感强,但粗细搭配保持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。 2.晚餐不宜过晚,睡前两小时不宜进食,以免影响睡眠。 3.不宜过于油腻,可以吃点清蒸鱼、水煮虾等,尽量少吃红烧肉等过于油腻的食物。 两餐之间如果有饥饿感,可以适当吃点水果、坚果、酸奶、燕麦片等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